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很厲害 什麼事了 這事了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是不是破疫情紀錄 因為網傳官方數字 單日中國有二千萬人確診 比例算多還是少呢 如果十三億人來算 你自己計算香港的數字 會不會被二千萬嚇倒呢 這個網傳紀錄是十二月累計有兩億人確診 兩億不是這麼厲害 比較接近我們 接下來又說通關又說成成 深圳醫療接近崩潰的邊緣 發燒門診 看診要排十五個小時 只要你排十五個小時 你不如回家睡十五個小時休息 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有沒有大病 你待會這個全國的交叉感染 有人陪去那些是大糟糕 排十五個小時 那你當然是確診 幾何級別 如果你說扶著 阿婆不看醫生就不行了 然後阿孫又中招了 大吉利是 內地工廠的經濟又是很嚴重的 訂單清零 這個問Ivan Sir就知道了 Ivan Sir在內地有一間玻璃廠 他真的什麼都可以 他投資各樣都可以贏 他只是做廠做到適合了 還有香港的房子 所以有時候投資 什麼都分散風險就好 有些人只是買衣服 有些人只是做廠 那就死定了 內地工廠訂單清零 史上最早的春假 現在開始放定了 是不是早了呢 明年下個月已經開始農曆新年 另外湖北京見什麼 天馬神秀 那種我都見過四筆像 究竟是什麼呢 內地衛生院涉嫌造假 多人未打針 有打針紀錄 不是吧 內地的同胞都在玩這些嗎 我們香港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 官方解釋只是為完成任務 不是吧 這些東西拿出來說 另外有十二個外籍女大學生 在台灣集體失蹤 上學變成去做雞也有 上班接客 下海籌學費 究竟是什麼事呢 內地專家預計 這個禮拜內 疫情會達中國的高峰 要交給OK仔 說說中國發生什麼大事 交給你 謝謝吳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內地的新聞 繼續圍繞疫情 對於國家或者官方的數字公佈 甚至乎死亡數字的改動 現在大家都有一個九個問號 其實究竟有幾人中了招 現在都不知道 大家猜猜一下 當中現在最新消息 就是網傳委建委會議記錄 我們之前說 一天有十幾二十萬人確診 這些都真是不出奇 他是這樣猜的 估計單日增了三千萬 不是三千元 是三千萬 六合彩 新冠個案 22月 都未完 累計已經超過兩億人 嘩 這數字真是 很驚訝 但是有人可能覺得 三千萬人有沒有那麼多 三千萬人 你想想 都很誇張 如果在國家報出來這個數字 如果用官方每日新聞簡報 真的 嚇到 不要說國內的市民 全球人都震驚 其實自從 十四號開始 國家委建委 再沒有公佈一些 無症狀感染者的數據 所以你看到 他們近期每日都是 二千多單 三千都不到 阻緊 由於說官方 也鼓勵輕症 無症狀感染者 將醫療資源 留給老弱 很多感染者說 沒有上報 所以 其實實質的感染數字 也不知道 其實 很多網民之前 我們也有報過 為何身邊 每個人都有症狀 重症 比較嚴重 究竟是否真的沒有無症狀感染者 也有官方人士都說了 免得說 無症狀有什麼好說 現在報紙這樣寫 現在了解到 會議紀錄當中 詳細列明 國家委建委主任 北京市委建委 黨委書記 上海市黨委書記的發言 和很多數據 雖然這些是網傳的 但是很多內地市民 都認為 這個可靠程度 非常之高 但是截至到昨晚為止 會議紀錄 都未獲得官方證實 而裡面的紀錄寫著 在昨天下午4點 國家委建委組織召開了 關於加強新冠肺炎 患者醫療救治工作 電視電話會議 主持由李斌 國家疾控局宣揚通報 全國國地疫情 估計的數字就是 在三天前 全國新增感染人數 是3699萬 單日新增感染率 是2.6% 比起19號、18號 感染率持續增加 如果按照省份排名 頭五個省 第一個是四川 第二是安徽 然後是湖北、上海和湖南 而按照城市排名 單日新增感染率頭五位 就是成都、蘭州、合肥和上海 由12月1日到20日 估計全國感染人數是接近2.5億 很誇張 這個數字 無論是真也好 因為你們要包含無症狀感染者 無症狀感染者 根本都不知自己的東西 甚至乎 他檢查到 雙鋼 但是沒有東西 繼續上班 這些數字是否真的 其實你一看 深圳那邊 都可能 估計得到 似乎 看起來都不是野小的 因為龍華區人民醫院 發燒門診 大排長龍 有人就說 你排長龍而已 排幾個小時 不好意思 這次他們要排15個小時 哇 沒有病也變成有病了 大哥 15個小時就回家睡覺吧 說到 在這間深圳醫院門外的打蛇餅 是看不到龍尾的 神龍見手不見尾 就是這些 說笑而已 這次在網傳這段影片 都非常誇張 因為看到 有工作人員 就舉牌了 不知道那個是龍頭龍尾還是龍腰 寫著 發熱門診等候時間 需要15個小時 所以 你等不等 一個小時都說人可以 三個小時都可能 你下午還可以 晚上你等 15個小時 吹風吹到頭都掉 回家睡覺 你不是太嚴重的 不如大家留一些醫療資源 根據國家這樣說 留一些資源 給那些 老弱社群人士更好 另外說到疫情 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另一單消息 因為我們的特首 李家超 上京述職 這次 李克強接見他 李克強說什麼呢 中央對他 和特區政府都充分肯定 他 這樣說 其實有些人就說 林鄭也是這樣說的 那時候 林鄭上京述職 我們看看李克強 表示什麼 全面落實中央人民政府 對特區行政 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全力支持 特區行政長官 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 目的就是維持 香港的長期穩定 繁榮 香港和祖國的命運 是緊密連接的 亦都希望特區政府團結 帶領香港廣大市民 能夠在國家所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 更加充分發揮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獨特優勢 尤其是在鞏固提升 香港作為金融國際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打造國際科技中心 我都說了給大家聽 任務 接下來香港要做些什麼 當然 知道的 了解的 所以為什麼香港要繼續 持續搞放寬呢 說到我們特首發言的時候 稱呼李克強為 尊敬的李總理 大家都姓李 表示 感謝總理白亡之中接見他 應該不是尊重的李克強總理嗎 李總理 無所謂 代表一個尊敬的意思 另外 講到李克強接見我們的特首李家超的時候 副總理兼中央港澳中國領導小組組長韓正 夏寶龍等等 他們都會有在這裡 那 接下來 今天就 預計習主席就會接見我們的李家超 更加有人就會非常好奇 接下來 會不會帶一些什麼訊息回來香港呢 例如 對一些開關的指示 有沒有什麼開關的指示 或者 接下來可能國家 可能 是不是真的準備開關 那麼香港應該要怎樣去處理呢 那麼 因為 很多人都預計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一開關 第一時間 我估計 香港 澳門就首當其衝 他們應該會最多人來的地方 這個此其一 但是 有人會擔憂這個問題 會不會影響到香港的疫情 當然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 你會給他一些信心 因為始終現在過來香港 好像還要拿核算陰性證明報告 那麼這件事我相信都可以 叫做 防得到 那麼第二件事就是 你看到 特區政府遲遲 有些事情都不切 可能 也都 跟這個擔憂也有些關係 儘管看 習主席見完 我們的特首李家超之後 再帶些什麼訊息給大家 另外 跟大家說一下內地 內地 現在說 由於疫情搞到訂單少 說到內地工人 迎來史上最長的年假 多少天 兩個月 足足 60天 有人就說 他就好 你做打工仔 都不知道說好還是不好 老闆沒有生意 那我們看看 究竟 疫情怎樣影響到訂單 這次說到 廣東、浙江、山東地區 部分紡織印染化工 這些產業 傳出 在這個月底 大概有六成企業 或者提早放假 春節 假期前的 產能 運行狀況 成為外界 關注的焦點 根據業內人士分析 去到其他省打工仔 這些打工人士 將會 迎來 最長 史上 60天的年假 春節的年假 而說到 這個 其實現在是困境 不要以為很開心 因為有內地的報紙 這樣說 今年 紡織 印染化工 這些行業 面對訂單少 利潤低 真可憐 訂單少 還沒什麼得到 怎麼收拾 所以 企業提早叫你休息 放假 這樣 真麻煩 看看明年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 其實今年 有人都預計 你現在都回答年尾 你可以追得到的數 日子有限 已經在倒數 所以 都不看今年的了 可能展望將來 唯有這樣說 可能打工仔 不知道他們開不開心 另外 現在 北京 北京 清華大學 還是北京 清華大學 竟然 近個月 大量發佈 退休職工的副告 死訊 職員也說到 從來沒見過這麼密集 現在 大家都非常關注疫情 對於老人家的影響 原來 清華大學官方網站 幾天來 發佈了很多副 副告 根據統計 由11月10日到15日 發佈了兩副 21日到23日 發佈了三副 而24日到12月頭 發佈了兩副 然後 在12月1日到5日 已經發佈了五副 五日後 再發佈了六副 根據他們的統計數字 離世的十八個人 都是退休教師 退休幹部 退休員工 教師 教授 以及 在站內的博士 也有說到 是一些中國科學院院士 世界鑽名力學科學家等等 有網友盤點 其實在12月5日前一個月 亦都有15名 65歲以上的教職員 離世 亦都告訴大家 是非常之關心 那個老人家對 這一場疫情 我不能夠用這個波數來形容 現在 像他們之前的專家這樣說 真的是 海嘯式 韜天巨浪式 這樣掩埋 所以 現在他們都非常關注 老人家 對他們有幾大影響 張文雲就說了出來 我們是關心 他就解答了給你們聽 他說 上海預計一個星期內 新冠感染 將會去到高峰 老人 重症率 低 重症率低 和確診率 兩回事 大家知道 但是 會不會 變相 他們本身有 學落地這樣說 有基礎疾病 影響到呢 這件事也知道 其實 老人家 現在可能本身不同的器官都比較疲弱 你再惹了一個病 好像流感一樣 傷風感冒 突然之間 氣管其實最容易 無論你老人家 中年人士也好 一到冬季 那些器官就發作了 無論你吃煙好 不吃煙好 香港的空氣又不是特別 非常幼稚 又加上大家可能運動又不多 導致心肺功能比較疲弱 這件事了解到的 那張文雲 就跟大家說了 他說他慶幸 因為上海 年老的人士感染高峰 還未到 因為 現在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 但是 他覺得 老人家得到重症的比率是很低 那 他說 因為他實地 去了 上海多個養老院 就探望 他說 發現不少老人家已經感染到新冠 但是感染到新冠的老人家當中 整體出現肺炎 重症率比較低 這樣 因為 會不會擔心醫療系統崩潰呢 其實老實說 張文雲又說不會 因為他說現在醫療機構正在做充分準備 現在最重要是床位人手 我覺得這三件事 來來去都是這幾件事 不知道 他說OK 就OK 說說在台灣 台灣有個瘋子 有多瘋子 說到有12個外籍女大學生 在台灣集體失蹤 上學變上班 上班什麼 上班接客 嘩 玩得那麼激動 不是吧 根據台灣媒體 就爆出一間消息 有一些 古惑的仲介者 利用民進黨 新南向政策 海外招生的流動 假設 找女學生 女大學生 去台灣留學的名義 實際上 就是這班仲介女學生 到台北市按摩店應召站 進行北道德交易 台北警方日前調查的時候 發現 台北 學校 某間 有12名學生 集體失蹤 其中 三個人 發現 在按摩店 正在做事 哇 另外有九個就下落不明 這班這樣的大學生 原來是假的 那 究竟是哪裡來的呢 據消息說 這一班是 越南女子來的 說到每一次大概就收人 五百多六百元港幣 從事一些不道的交易 哇 真是恐怖了 這個新南向政策 真的會不會被人說 搞不定呢 因為這個是蔡英文政府 16年上任歷谷的 現在被人爆了這些事出來 掛羊頭賣狗肉 真的 分分鐘又被人插穿了 真是想不到這麼恐怖 另外說起恐怖 在內地 這個疫情比較嚴重 大家出街 戴花口罩 在內地 這個也是常識的 想不到 在黑龍江 有個女子 被乘客拍到 她竟然沒有在地鐵裏面 戴口罩 不只 還要咳到肺 潤都出來了 潤都出來了 不要緊 你還要放菲傑在一邊 哇 在香港 你看到那些阿叔 百虎 現在是 拉到口罩 其實 戴不戴口罩 對她來說 她們都會找到這件飾物 疫情這麼嚴重 你以為沒有嗎 但是內地這樣 那些公德心 很恐怖 這件事曝光之後 馬上引起網民圍剿 這名女子 是否應該要找她出來 在哈爾濱這位女士 竟然 你不停咳 其實應該都有人彈開 但是 沒有人就說 不如是否要找出來 去罰一下她的錢 真的不知道 另外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 湖南 湖北 經見 天馬神秀 哇 那些真是 疫情旗下 特別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究竟 什麼叫天馬神秀呢 我們一起看一下 哇 很厲害 那麼 根據內地媒體報導 湖北省 竹山島河縣 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 屏風管理站 工作人員 整理了 2022年度 紅外線 攝錄機 的影片 數 資料的時候 發現到一隻高頭大馬 不是馬 是天馬神獸 在我上機前陪回 這隻天馬神獸 擁有一雙烏黑的大眼睛 相當可愛 那麼 那麼 說到原來天馬神獸 是非常之 可見的野生動物 那麼 他可以這樣說 有內地生物學家就覺得 這隻是 中華松陵 那 因為 他的樣子有點像 一隻羊 他 如果你問我 去形容他 他 擁有一隻牛的鼻 牛的眼睛 牛的 山羊的角 外面 外表有點像 野豬 耳朵 非常之大 但是他身形就不頓 有兩隻蹄 四隻腳 蹄甲有兩隻 他又馬不馬 羊不羊牛牛 這些 天馬神獸 罕有的動物 在這個疫情下 當然 沒有人上山區 沒有人上山區 那個地方自然乾淨 你不要這樣說 因為在青海 可可西里無人區 有個男子 他竟然說他在這個無人區 裡面 有了 無人 萬你不是無雲 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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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何來感染到 有了 現在又被人罵了 質疑 他是不是吹水不抹嘴 我們看看究竟 這位 在青海 可可西里無人區 這位網紅 叫長牙哥 這隻牙特別長的 他發佈了影片 他說他自己在這個無人區裡面 惹了新冠 那麼 他想著自己幾天前進了無人區 以為就不會做了神挑大俠 誰不知都是中招 很多網民就覺得 為什麼你在無人區都會感染到病呢 很多網民就覺得他是不是借這個無人區都感染到新冠這個話題做來炒作 有人就覺得他非常可恥 對於這種 編造謊言的 誤導網民的人 應該 是 嚴肅處理的 那麼但是 當事人又回應 他說其實 我之前離開過無人區 去過醫院的 還要吃過東西 那麼 他估計都不關我無人區 可能 之前中了他 不知道過了幾天之後才爆了 就是 有症狀 這個不出奇 那麼 另外 講一下廣西 有三個年輕人 真是 玩出禍來 那麼 我們有時候見到國內的小朋友 很喜歡亂玩東西 例如是什麼 丟樓炮掌落坑渠 噴 一聲 今次 還激 在廣西 貴港 發生一宗 火徑意外 近二十部車 燒毀 哇 這班年輕人 玩到 出了火了 這部 根據內媒報道 這三位 三位 小朋友 日前偷偷摸摸 在停車場 玩火 結果 火勢 一發不可收拾 哇 燒到 含含聲 消防員 接報到場 將火救息 停車場 裡面 那二十部電單車 全部燒了 保留 消防部門 說 因為 你們小朋友 玩火 造成的嚴重損失 需要由 監護人 去承擔 哇 這樣賠法 真的不是辦法 便宜也有個店 二十部電單車 三個小孩的 如果三個小孩都跟一個母親 他的眼睛都疼了 哈哈 真的哭了出來 另外 有位婦人都哭了出來 什麼事呢 在安徽 有個女子 近日中了Omicron之後 她在家裡 第二層 樓上的房間 自己隔離三天 要求她老公 臭兒子 想不到她出關之日 一到樓下 看到家裡大廳 嘟 精彩了 亂得恐怖 周地垃圾 立即激到她要拍片 公諸於世 很多網民就為她抱不明 嘩 哪有可能這樣 又是 你這樣 都可以 你拆個兒子 不是叫你 沒有手尾到這樣 難怪經常都染病 通地 食物又不收拾 衣服又通柱柄 通地垃圾 通地 鑊又不用 非常恐怖 很多網民都覺得真誇張 沒有辦法 再說一件誇張的事 在湖北 有多名居民 近日投訴 說自己或家人都從未打過針 但是系統說了她打過針 這件事引起關注 當地一名衛生工作人員回應 說當地的幹部 曾經為了完成任務 將村民的資料交給衛生園 記錄入數據 就是跑數 打了就打了 還沒打就還沒打 這樣都可以 這樣有獎分嗎 有獎抽嗎 不是吧 不要搞這種事 唉 真是 打打不打就算數了 所以這些又是 陳陳疊家 自己又怕烏沙不補的後遺症 打針都沒有什麼後遺症 你反而這樣有些後遺症 真是恐怖 內地的確診數字 大家都非常擔憂 如果真的 好像我們之前這樣說 網傳的消息的話 我相信如果一公佈 內地 相信大家都很震撼 甚至乎都怨聲載道了 情況是怎樣呢 看看 是不是真的一個星期後會好一點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